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着美好的生活 但颇比意外发现小布的过去 他竟然是过去兄弟乐团的成员 原本他希望小布能带他认识其他的成员 可是乐团解散了 要去哪找人呢? 没想到失踪多年的兄弟竟然找上小布 并告诉他他们的兄弟被坏人抓走了 要解救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唱出完美和声 还记得《魔法精灵》第一集上映 除了整体色彩非常缤纷 最大的亮点就是音乐了 请来的男女主都很会唱歌 也拉抬了电影的话题性 可后面的剧集整体来说无法跟第一集比 今年在朋友的分享下再次走进戏院观赏电影 了解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值得你我观赏 首先来聊剧情吧 小布为了找回失散多年的兄弟 于是带着波比踏上旅程 而这个时候有个新人团体 因为一首歌曲而爆红 甚至获得音乐殿堂最高赏 可当他们走下台回到休息室的时候 桌上的香水内竟然装了魔法精灵 他们透过吸取他的魔力 让自己拥有能歌能舞的实力 进而让全世界为他们着迷 即便他们取得巨大成功 可小布的兄弟生命力不断衰退 就连其他兄弟也被敌人抓了起来 为了改变即将发生的惨案 他决定挺身而出 不只摧毁他们的美梦 一家人也终于团圆 唱着完美和声 整体跟嘉一预期的差不多 歌曲设计非常动听 也是电影本身最大的亮点 那由于嘉一本身看的是中沛版 原先就不抱太大期待值 毕竟中沛的状况时好时坏 看这类型的歌唱电影 还是听原因最好 但嘉一没想到的是 电影不是全部歌曲都是原因 而是一回原因一回中沛 在原因歌曲的时候 还会有中沛出现 大幅影响到观影的感受 再来剧情的设计也是漏洞白出 为了再次的重现完美和声 他们重新找回其他家人 想办法让被绑架的兄弟 能回到家 可过程中出现超多支线 跟剧情发展没有任何关联 充其量比较像是在拖时长 而且本片片长只有91分钟 实在难以想象 如果把歌唱的部分全数抽掉 整体的剧情到底还剩下多少 这可能就是系列走下坡的主因 总结魔法精灵 乐团在一起 是不普通的电影 电影明显想打青子牌 用缤纷色彩与动听的歌曲 吸引家长带孩子进戏院观赏 可是整体的剧情不够协调 还有着许多缺陷 会变成小朋友看得很开心 但人不是很懂电影想要讲的是什么 或许片商该学习的是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而不是想要透过其他的因素 掩盖其缺陷的内容 才能够再次吸引观众们进戏院支持 我是夏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